说起直播带货这两年可是流行的 很多上明星都因为这行的钱 简直是太好赚了 而都转战进了直播行列 不过赚钱是真赚钱被骂的也真是不少 这部64岁的老戏骨张成光 大半辈子靠着兢兢业业的拍戏 而起来的好名胜去 因为直播带货而被骂成了万劫不保 18号下午张成光开始了他第一次直播带货 但是在直播中却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大多数全都是质疑张成光 为什么不好好拍戏 而在这里直播带货捞金的 甚至还要更过分着直接质骂张成光 万劫不保 眼看发生越来越多 张成光的情绪十分激动 在镜头前哄了眼眶当场哭了起来 他们说我万劫不保 我有时候听到这句话呢 我就很真的我非常详细 我一路走过来三十几年来 我在我的自己的这个演艺实验上 我静静演演的 我把每一个角色我都想把它给扮演好 包括我今天我到了 这个直播机里面来 我想也要用我另外一个 一个才能能表现出来 说实话虽然是有点同情吧 但也真的是挺正常的 毕竟现在的互联网环境是真的浮躁 直播带货在很多网民的心里 更是赤裸裸捞钱的商业行为 网民看久了多多爽爽都有点反感 而且他们心里呢就是觉得网红带货不稀奇 18星明星带货也不稀奇 但是对于为人低调演技又精湛的老演员做这种直播带货 就是非常可耻的这种行为 就比如说前阵子 潘长江就因为被直播卖假酒而被网友给骂上了热搜 从外人景影的老艺术家潘老师到全网调侃的潘子 潘长江仅仅用了两场直播的时间 而且很多人之所以对张晨光带货这么反感 就是因为潘长江翻车的原因 毕竟大家对于老一辈艺人的要求 总是要比平时的小鲜肉的要求高一些 如一些顶流明星小鲜肉 直播带货天价豪宅 全身大盘就好像是应该的 而这些老戏骨或者知识分子科学家之类的 总觉得他们这种得意双心的就应该 清贫节俭不能为了钱低头 尤其是要为了圈钱 靠之前积累下的了人员 大打感情牌趁机大卖假货那就真的不能忍了 不过说起假货 却得分析分析张晨光卖的这款货了 他在视频中说自己卖的这款喜酒并不输茅台 并且还是同宗同源 意思来暗示这个酒和茅台一样 但是其实他卖的这款酒和茅台并不属于一级公司 最早开始是独立的两个酒厂 后来才被茅台收购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也只是一家独立用的子公司而已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上张晨光卖的喜酒并不是假酒 但是他也在打残评球 有点虚假宣传的意思了 而且这场直播被骂完之后 张晨光还清空了自己的商品橱窗 这个举动其中的意思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不少 当然了 艺人本就应该被自己代言的东西负责 带货也是一样 倘若货真的出现了什么严重的质量问题 应该负责到底 不过就目前为止 张晨光的第一次直播带货 也只是有点虚假宣传而已 也没有争取表示卖的是假酒 所以无论张晨光的直播带货行为 是本人为了牟利而待 还是因为捐给公司的受益而待 都不重要 网民们也更不能从道德和人品方面去攻击 去侮辱人家 毕竟直播带货没有错 这本就是一种新型的网络销售方式 任何一个人都只有资格去带货 这也是属于一种工作的 张晨光作为一个老演员 没有那么多的戏可以拍 干脆这个大溜去赚钱没有错 只要不像是庞长江和谢梦伟那样卖假货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 喜欢的可以买 不喜欢的看看就可以了 骂人真的大可无弊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来 国民的素质真的太需要提高了 网上的喷子都是以骂人为乐趣的 从来都不管你是否做错了什么 就是宣泄自己的情绪 为了骂而骂 而且张晨光也就是太好的面子 想站着就把钱挣了 如果他的自信心弱一点 脸皮厚一点 大可无比哭出来 但像他那点人 都不是在网络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几乎没有受到过网爆的洗礼 所以才被一些无关解药的一些质疑 一击就忍不住就哭了 建议张晨光学学攀子吧 看看人家这心理素质 谁这么深都把握住了 被网友骂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 该直播还是直播 该赚钱还是赚钱 一点都不带耽误的 而且不管你是普通人 还是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只要不损害大众的利益 想靠直播带货赚点钱 真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要忘了收藏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